现在的学童身处3C时代,加上疫情期间线上学习,接触3C载具的时间更长 为了关怀学童的势力健康,国际福人3490地区基隆分区9社联合社区服务 特别协助暖西国小全面改善教室照明设备 由新北北海岸福人社主办、基隆分区其他分社协办 一起为学童的势力保健尽一份心力 我们的眼睛好像有一点受伤的比较严重 尤其是现在那个以前的那个日光灯比较昏寒 他们的那个以没办法说 坏掉才能购买成绩重新的换西人 所以我们就我们因为我们的PE他是在做到的登剧人 所以我们就想到说啊来这边把你们的教室全部都换西 用LED跟黄宝就不会结缘结坏 我们也希望说我们这个灯光 改装以后把那个造语 让我们的小朋友能够在这么好的环境下努力学习 以后啊长大出社会能够让你们 欢迎你们来做公益来造福下一代的人 因为老旧社会 阿姨没有机会都没办法去改善 那我们社长发起了到就马上发起这样的真正活动 希望对会教有点帮助 那当然如果日后还有需要的话 我们可以不用客气也到我们主持社 我们主持社是终于在测试的 那因为那个大家都是为这个小朋友在努力 那希望我们小朋友在家里面要知道我们里面的后面 有一群默默的一些善心的事 在关心里面帮助你们 希望你们有好的教育环境 不要输在喜欢比赛 但是你们也要争口气 那个好好的练功读书 长大成为一个赛民后 那不但为了笑声光 也能为自己通宗教主 才能成为社会的第一国家的动员 都非常感谢文社呢 给基督自定这么好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教育环境 那真的 正如刚刚陈市长所说的 呃 就是因为孙子在这个地方 而且呢 这些年来啊 3G残典呢 每个小朋友带过一只手机 所以长时间呢 连在手机上的时间啊 太长太久了 因为近距离的用眼 长时间的用眼 被势力的恶化呢 造成的结果成的那个状况 会非常的糟糕 所以这些年齐 暖西的孩子们呢 尽可能 不要长时间的使用身心产品 在国际福人3490地区 基隆分区的协助下 暖西国小共换了162盏灯 324支LED灯管 暖西国小校长说 相当感谢福人社的爱心与公益精神 让学童能有一个健康用眼的学习环境 记者陈淑平 基隆报道 记者陈淑平 基隆报道